这些红彤彤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两分钟前刚从地里采摘来的番茄 每当到了番茄成熟的日子 农场主就会雇佣采摘车采摘番茄 采摘车会将番茄连根铲起 运往采摘机的后方 在这里果实会跟番茄树分离 得到一个个番茄 而这些没有用的番茄树则会被粉碎 被机器喷到田里 充当其他农作物的肥料 虽然这个采摘车的效率很高 一天就能采摘十吨的番茄 但采摘效果还是不够好 果实中还掺杂了许多小枝条 因此每一台采摘车上 都配有两位工人将多余的枝条 或者小果扔掉 随后这些番茄就会被运往 最近的番茄加工厂 十吨的番茄从车斗上滑落 掉进了干净的水槽 在这里掺杂在番茄中的石头 会沉到水底 而漂浮的番茄会在巨大的气泡 清洗机中清洗一遍 然后再经过洗刷机器 机器上的刷子会输掉番茄表面粘住的叶子 之后这些番茄会来到筛选环节 在这里色选机会在众多的番茄中 快速将未成熟或者泛黄的番茄挑选出来 你们绝对想不到 这筛选工作有多快 几乎一分钟就能筛选500个番茄 而挑选则是更快 差不多是一秒挑出一个 之后合格的番茄要洗个热水枣 因为热水能烫松番茄 使表皮和果肉分离 这些洗过枣的番茄 在运输过程中 一栋底板会轻柔地将番茄皮包下来 然后包掉或者即将掉下来的皮 会被水流冲刷下来 被包掉果皮的番茄 会运输到工人面前 工人们会再次检查 将残留的果皮全部挑出 你们猜这时候 距离采摘番茄过去几个小时 才刚刚过去三个小时 现在去了皮的番茄 在输送带上再次被喷雾气清洗 这台切块机有三组 互相交叉的切割刀片 当番茄从滑草滚下 进入到切块机时 很快就被切成了小丁 罐装环节中 塑料瓶正排着队进入罐装机 在这里切成块状的番茄 进入到罐装机的旋转台后 掉入了同步旋转的塑料瓶中 接着罐装机会在番茄上面 罐装热番茄汁和调味料 之后机器上方的罐口 会朝打开的塑料瓶靠近 将盖子放在瓶口 并将盖子固定在塑料瓶上 紧接着这些密封完毕的塑料瓶 会进入八式消毒环节 烹煮一遍 这样子做 不仅可以提升番茄的口感 还可以杀灭大部分细菌 起到防腐的作用 到了这一步环节 距离采摘番茄刚过去六个小时 不得不说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把原本漫长的制作过程 直接缩短到了六个小时 怪不得吃到的番茄 降到了新鲜 希望更多的农产品采摘 跟二次创作 能有用上高效率的机器 让农民伯伯 能够拥有足够的休息时间